好,同学们,我们来把这个鱼漆的部分继续进行加深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淡红色 就是用刚才这个画鱼这个头部的颜色来加些水 调成这个淡红色 对这个鱼漆的部分再加深一下 注意流出中间的那条这个水线 我们前面这个鱼漆来染过一次 但是现在这个鱼的身体鳞片加深以后 这个鱼漆就显得淡了 所以我们对它也要进行加深 我们说这个鱼漆还要进行加深复的呢 感谢观看 这个鱼期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靠边缘呢 要抢 我们靠这个鱼的这个里面呢 稍微深一点 从里向外分了 好 我们把其他几个这个鱼期的部分呢 都给它加深一遍 因为我们开始画的颜色太淡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有必要再加深 我们画画呢 都是这样的啊 就是 每个整体 从整体到局部 这个一个部分发生了变化呢 另外一个部分呢 有时也要进行调整 就比如说 我们在画第一遍的时候 它这个鱼呢 身体比较淡 所以我们这个鱼期也画的比较淡 这个后面呢 这个整体 这个鱼加重了以后 所以这个鱼期的部分呢 也跟着加重 这个就是我们画画的一个 一个程序 就是说逐步的调整 逐步的加深 很多东西都不是一步到位的 都是在画面不断的这个深入 不断的调整 所以我们在画面不断的调整 我们这个鱼期的部分呢 这边就差不多了 如果干了以后不够的 还可以加啊 好 我们把其他的鱼期的一个他画上去 注意要留一条水线 好 好 这个鱼的尾部呢 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也要给他稍微加深一点 好 好,下面呢我们把这个花鱼这个白色部分呢 这个鳞片给它用这个淡色分了一次 也是采用这个交叉分染的办法 这一步呢只要淡淡的染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一个这部分是白色的 所以不能染得太深 稍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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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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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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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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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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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